嘩 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責男club 今天的studio是沒有人的 給大家看一下 沒錯啦 是一個人都沒有 這次不是要弄古Anson 這次我們要玩一些激烈的東西 我們要玩一樣都市傳說 話說有位觀眾就發了一個都市傳說給我 都市傳說的名字就叫做 Dry Bones 乾了的骷髏骨頭 遊戲又怎麼玩呢 現在就詳細解釋給你聽 剛剛已經確定了Anson拍完片之後 現在已經回到家休息了 這個都市傳說怎麼玩呢 就好像逐迷床一樣 首先你要準備一支蠟燭和一支火柴 基於我們沒有火柴的緣故 我們就會拿打火機 在凌晨12點01分的時候 就進廁所 看著鏡子 然後用打火機點這個蠟燭 把打火機整熄了之後 就說了 我知道你在這裡 歡迎來到我家 出來啦 然後呢 我們就用最快的速度 找一個地方躲 如果你想贏這個觸迷床的話 必須躲到三點鐘 然後呢 你就去一間比較大的房間 就說了 多謝你陪我玩啦 但是你現在走了 這裡不歡迎你啦 講完這個句子之後呢 你就會聽到一聲哀嚎 傳說話呢 我贏了這一次的瀑玲玲之後呢 我是會有獎賞 但是如果輸了的話呢 就不知道怎樣了 好了 那我們現在馬上開始這個遊戲 我好在意一樣東西 我進回來先 那我剛剛呢 就非常之在意一樣東西 我見到一塊鏡呢 有個手掌印在那裡 現在這個遊戲就開始了 那我決定 不躲起來 直接在studio等他 那我知道這個 動作呢 是非常之危險的 但是 即是他隨時呢 都很容易會找到我啦 但是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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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都要見一下他 我覺得呢 應該要set到一個攝錄 看一下房間有什麼動靜 希望各位觀眾都會見到 我現在就可以set 那我set了這個攝錄呢 就看一下房間究竟有什麼動靜 那我就 坐回座位先 那我們現在就等到三點了 好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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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A7S 快沒電的緣故呢 我決定現在去換粒電 那部A7有電了 那我們繼續漫長的等待 雖然 雖然是沒有什麼動靜的 你想想我們 啊 這麼膽膽 躲都不躲 直接坐在這裡等他過來 歡迎大家光臨 那樣的 但如果真的有事起上來 多利物話 不怕 趁現在不如動動一下 不怕 哎呀 不知道這個攝錄會拍到什麼 其實我一直都很在意 很在意的那些位 我不夠膽走去那些位 因為一來那裡比較暗 我沒有開燈 二來呢 有太多雜物了 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嘩 嘩 嘩 原來我已經等了 一個小時 23分 嘩 但我想說呢 其實我很緊張 我一直都在出汗 不知道是冷氣架太小 還是什麼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是1點23分的 又不知道是心理上的問題 還是什麼呢 我還是很在意 另外那邊 嘩 另外那邊 嘩 嘩 剛剛 剛剛 剛剛這裡發出了一些聲響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是 我不知道是 有什麼事情 嘩 糟糕 糟糕 我不是應該先關掉初期線嗎 我應該先關掉初期線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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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關掉初期線了 應該是那個初期線發出的聲響來的 Fuck 剛剛呢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到 那個抽氣線呢 聽到那些好像 磨抽氣線的聲響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我不是應該離開這裡嗎 但我又不敢走到那邊 沒了 馬上 那是 我們有個在家裡 我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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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了 我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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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我現在腦袋是否開始塞上 因為我要知道抽氣線到底有沒有問題 我打算先打開抽氣線 開了 各位,我先打開抽氣線 因為我想知道抽氣線到底有沒有失神 還有我現在開始,我會先打開抽氣線和我 今天我決定站在這裡,先打開抽氣線 看到有什麼異樣 就是 所以,我會先打開抽氣線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而且現在 媽 3點鐘了 我現在要說一句話請她走 英文來的 Thank you for paying But you must live now You are no longer welcome 我這段時候應該會聽到一聲叫聲 我不知道我現在 究竟我是贏了還是輸了,我不清楚 她還沒叫 代表這個遊戲還沒完 那我究竟繼續留在Studio好 還是走好,我不清楚 但這段影片是這麼多 放心,我會報平安 如果出到這段影片的話 代表我沒事 但如果出不到這段影片的話 我也不知道 我會想讓她打開抽氣線